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学习内容是三角形的内角和 紧接鑫哥老师一起来想一想 观察下面图形 你知道什么是内角吗 什么是内角呢 图形中相邻俩别的夹角称为内角 像如果这是一长方形 这就是它的内角 如果正方形这是它的内角 这是平行四边形 这是它的内角 如果三角形它的内角是 这是它的内角 说我们得出 那么三角形的内角和是多少度呢 也说我们三角形的这三个角加起来是多少度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内容 我们先看画几个不同的三角形 量量算一算 三角形的内角和分别是多少度 这是一副三角尺 可以用它来算一下内角和我们先看这些度数 这是三十度 九十度 六十度 这是九十度 这是四十五度 这是四十五度 发现它们加起来三角形内角和都是一百八十度 那我们再随便画一个三角形 我们用量脚器去量下每个角等于多少度 我们量完以后得出来是六十八度 四十度 七十二度 那我们加起来最后也等于一百八度 我们再画一个顿角三角形 我们算一下这些角的内角和等于多少呢 二十加一百二十五度 再加上三十五度 等于一百八十度 也等于一百八十度 那我们看下一个 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我们把这些角加起来等于多少度呢 二十五加九十度 再加六十五度 也等于一百八十度 紧接的 高老师一起来拼一拼 看这是一个六角三角形 我们把这六角丧形从中间每个角呢 都撕下来 是不是啊 把他们这些角拼在一起 得到多少度了 得到是一个平角 是一个一百八十度 我们进行看下一个 下一个是顿角三角形 我们也是把每一个角撕下来 把它拼在一起 也得到一个一百八度 看最后一个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我们把每一个角撕下来 也拼在一起 得到也是一个平角 一百八十度 所以我们就得出 所有三角形的内角核都是一百八十度 记住了 所有的三角形内角核都是一百八十度 那我们就可以表示成角一加角二加角三等于一百八十度 这些高老师一起来练习一下 我们先看 帮角找朋友说每组卡片中 那三个角可以组成三角形 既然能组成三角形 那这三个角一定合适了一百八十度 我们先看 第一个是六十度 第二九十度 那加起来应该等于一百五十度 要凑成一百八十度 应该再加上三十 所以说我们这三个会凑成一百八 也说这三个会组成一个三角形 那我们看这个是五十四度加上四十六度 应该等于一百度 是不是 一百度再加多少等于一百八呢 应该再加上八十 所以说我们五十四和四十六 还有八十会组成一个一百八十度 也是他们三个会组成三角形 紧接各老师一起回忆一下 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 三角形的内角合是一百八 所有的三角形的内角合都等一百八 将三角形的内角合转化为平角 进行探究实验渗透转化的数学思想 好同学们 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